衣衫蓝绿的母亲带着自己残疾的女儿 正拼命奔向旁边的一套汤尘衣品 她将女儿放置在昂贵的医疗机器上 系统识别通过手腕上的假身份 轻轻一扫描 就能检测出女孩的骨折病征 机器开始启动 不到一分钟 女孩的身体就已经完全痊愈 生龙活虎地站在母亲面前 还没等母亲多高兴一会儿 一伙机器人警察全副武装将母女俩强行逮捕 并与其他非法移民们一起 强行被遣返回肮脏的地球 原来在21世纪末地球人口极度膨胀 大规模污染破坏了曾经美丽的家园 穷人也遭受了疾病的破坏 而富人们已经搬出了如垃圾厂般的地球 他们创造了一个由智能机器人服务的极乐空间 过着极度奢靡不知人间极苦的日子 作为孤儿的麦克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助自己和朋友福磊一起去极乐空间 但事实是残酷的 麦克斯长大后只是一个在底层奋斗的流水线工人 不仅被上头压榨 而且经常被机器警察盘问 因为他有很多前科记录 侧方面说明麦克斯曾经是混道上的 但这一次麦克斯因为开玩笑 这直接导致他被机器警察打断了手 正是这次意外事故 让麦克斯遇到了多年未见的福磊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护士 朋友相聚不甚欢喜 还相约着下班后去喝咖啡 当然在这样的贫苦世界 底层人总是不甘心一直待在地球上 另一方面当地的地头蛇成功破解了通往极乐空间的登陆密码 因此他让三艘宇宙飞船带着买票的穷人飞往极乐空间 然而在得知非法船只入侵后 极乐空间的国防部长联系了地球上的秘密特工 命令他发射飞弹 两艘飞船很快就被击中变成了碎片 人员死伤惨重 只有一艘飞船成功着陆逃脱了灾难 部长立即派出机器警卫逮捕这些非法英明 并将他们关押在一起 全部遣返回地球 在地球上的机器人制造厂 麦克斯因闸门故障被关在消毒室中 并受到致命剂量的辐射 恢复清醒后他被机器人告知只剩下五天了 但公司老板此时正因公司业绩下滑而苦恼 丝毫不在乎麦克斯的生死 只是让机器人给麦克斯一瓶没什么用的胶囊 让他在死前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转 然后送麦克斯离开 在好朋友的帮助下 生命垂危的麦克斯不得不找到地球蛇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张机票 因为极乐空间的医疗设备可以挽救他的生命 但地头蛇却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他让麦克斯抓住极乐空间的一个亿万富翁 通过复制他脑海中的信息 传输到麦克斯的大脑中 这样就能得取这个亿万富翁的银行账户和密码 并窃取他所有的财富 麦克斯立即想到了他黑心老板 在自己被辐射后冷漠的眼光 所以他决定把自己老板设定为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国防部长的极端手段 造成了数十名地球平民的死亡 而且还征用有多项罪责的特工 但被总统指责的他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非法移民的入侵 十分不屑于总统的懦弱 于是他偷偷找到麦克斯的老板 希望对方能重写极乐空间的系统代码 并让机器警卫配合他发动政变 帮助他成为新总统 作为回报对方将获得极乐空间随后200年的订单 因此为了让公司摆脱困境 老板很快重写了系统代码 并将这些机密代码上传到他的大脑中 另一边地头蛇的手下为麦克斯伪造了极乐空间合法公民身份 并装上了第三代外骨骼装甲和大脑芯片 从此后他就和超人一样强 然后麦克斯和其他人开车到工厂附近 成功击中了老板的太空船 跟着太空船坠落的轨迹 麦克斯和其他人迅速赶上 部长也收到了老板被袭击的消息 为了防止他的阴谋泄漏 只好再次非法联系特工 命令他赶紧前去救援 不顾一切也要保住老板的大脑 但不幸的是 正好麦克斯在他隔屁之前与他同步传输 并成功下载了所有数据 但令他惊讶的是 这些数据被加密无法读取 这时特工也带人到达现场 很快攻击了麦克斯他们 同样穿戴外骨骼机甲的特工上前刺伤了麦克斯 准备杀了他 在关键时刻好友及时开枪引起了特工的注意 但好友却随后被特工一刀捅死 所谓朋友祭天法力无边 麦克斯愤怒地向对方开枪 但他在能量盾的帮助下掉是没有 受了重伤的麦克斯迅速逃到了城市 开始了东躲西藏 随后特工也从麦克斯和老板的传输记录中发现了秘密 他终于知道了国防部长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原因了 于是他立即派出无人机在洛杉矶搜索逃跑的麦克斯 失血过多的麦克斯艰难地找到了弗磊 并在弗磊的帮助下处理伤口 醒来后的麦克斯告诉弗磊发生了什么 而弗磊请求麦克斯带着几女儿去极乐空间 原来女儿已经是白血病晚期了 极乐空间是他唯一的希望 考虑到自己还在被追杀 麦克斯不得已拒绝了弗磊 然后匆匆离开了 只是麦克斯一离开弗磊家 特工的手下就发现了他的踪迹 直接带人闯入弗磊家 为了得到麦克斯的下落 他不停羞辱弗磊 并带走了他们母女俩 与此同时麦克斯回到了地头蛇的据点 着急上火的他现在就想登上飞船 但他得知部长已经全面封锁了飞行系统 现在没有人能去极乐空间 不过这间接表明麦克斯大脑中的数据非常重要 因此地头蛇很快读取了麦克斯脑海中的数据 并发现了一个可以重启极乐空间系统的程序 有了这个他们可以让任何人成为极乐空间的公民 只是破解密码需要很长时间 麦克斯根本等不及了 拒绝了与他合作 尽管对方告诉他这些数据 可以改变地球上所有穷人的命运 不再遭受疾病的折磨 但他现在只想挽救自己的生命 见麦克斯下定决心 就偷偷在他身上安装了一个追踪器 希望用他大脑中的数据作为交换 来换取医疗救治 特工非常同意麦克斯的条件 并让他登上了飞船 刚好遇到被劫持的弗磊母女 麦克斯试图在飞船上向弗磊道歉 但弗磊对他非常失望不理他 然后特工带着麦克斯飞向极乐空间 为了防止对方变寡 麦克斯一路拿着手榴弹 然而当飞船准备降落在极乐空间时 特工乘机想拿走手榴弹 但在争夺中手榴弹滑入机舱 然后发生剧烈爆炸 把特工的整张脸都炸烂了 飞船随即坠落在极乐空间的地面上 坠机后麦克斯救了母女俩 弗磊抱着女儿慌忙冲进附近的豪宅之中 然而没有合法身份的女儿 根本无法得到治疗 弗磊很快就被过来的手下惦击制服了 这时同样被抓住的麦克斯被绑在病床上 部长的手下正准备读取他大脑中的数据 但麦克斯拼命挣扎 最终用强大的机械臂挣脱了束缚 成功制服俩人 问出了母女俩的下落 另一边俩个手下架着戏巴烂的特工放进了医疗舱 没想到烂成这样都能修复 过来的部长摆着领导架子 指责特工将极乐空间搞出这么大乱子 但刚复苏的特工直接举手刺穿了部长的颈动脉 并将失血过多的他扔进了隔间 弗磊本来想救他 但是部长知道自己这下是没救了 只好认灾复死 特工想找到麦克斯 并利用他脑海中的数据让自己成为极乐空间的总统 于是他命令手下们血洗极乐空间的指挥中心 来一波自主创业 与此同时地头蛇带着手下来到了极乐空间 麦克斯也在屏幕上看到了他 所以主动联系了他 希望对方能利用自己脑海中的数据重启系统 然后麦克斯成功干掉那两个手下 救出了母女俩 并让弗磊带着孩子去医疗舱等待 他保证他会找到救女儿的方法 然后麦克斯找到了地头蛇 一群人立即去控制室准备提取信息 但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进入癫狂疯狂的特工 俩人随即展开最终对决 顶着冰死的身体 麦克斯被打得节节败退 怀揣必死信念的他 不顾一切 终于在最后关头拔出了特工脑后的神经连接系统 用手榴弹干掉了对方 然后麦克斯和地头蛇来到控制室 但他告诉麦克斯 一旦数据上传 麦克斯就意味着会死亡 这时麦克斯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用对讲机向弗雷表达了对他的内疚 以及自己终于可以兑现儿时的诺言了 然后麦克斯按下启动按钮 立刻便失去了知觉 而整个极乐空间则瞬间失去了电力 当系统再次启动时 更改的程序开始生效 弗雷顺利治愈了女儿的白血病 罗德也被赶来的机械战警救出 然后大批的救援船缓慢起飞 来到了地球上 为那些生病的穷人带来了整艘船的医疗舱 因为地球上的穷人成为极乐空间的合法公民 麦克斯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似乎一个美好的世界即将要诞生